謝國良表示非常榮幸成為本次大會唯一受邀的國外友人 這次美國行主要是受到美國立法領袖基金會執行長 Steven Laker的邀請前往參加他們的年度大會 而謝國良也積極向執行長爭取來基隆設立辦公室 期盼基金會透過基隆辦公室可以有更多與台灣交流和合作 而這次作為東道主的是加州的眾院前議長 也是謝國良的好朋友 目前為加州參院的黨編Robert 而美國立法領袖基金會就類似於台灣的全國縣市議長副議長連儀會 整天上午我們都跟美國各州的立法領袖在一起 所謂立法領袖就是每一州跟聯邦一樣都有參院跟眾院 那今天來的就是參院跟眾院的多數黨黨編 那包括加州 紐約州這些重要的州 還有剛剛同桌跟我一起吃早餐的 羅德島羅德島的這些州的參院的立法領袖都來 那最主要是我的朋友呢 是他們整個基金會的執行長就是Steve 我們剛剛也坐下來好好聊了一下 我們也談到說事實上未來我們期待利用台灣跟基隆來做我們未來的一個合作平台 讓更多的這些各州的立法領袖有機會的話可以來到基隆來 然後一方面跟基隆的政界交流 一方面也是跟對於亞洲的民主國家但是不一定是首都或者是聯邦 而是各省或各城市的議會的多數黨的領袖 大家可以一起用基隆作為一個平台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談民主化或者是城市及產業的交流 因為這些州的這些多數黨領袖背後其實也關心他們各州的一些產業的發展 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產業方面的企業領袖也跟這個團隊在一起大家共識 所以我覺得今天談的相當不錯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老朋友但是我們今天除了跟 我覺得他們的上課也是很有意義 就是他們自己也在談談這個領導的過程跟作為一個議會領袖 常常會碰到的各項問題跟選民的問題抉擇的問題 還有黨邊吹票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我覺得很有意義的討論 謝國良強調從2014年以立法委員身份獲頒艾森豪獎金時 就跟他們維持友誼到現在 而這一次的基金會在洛杉磯舉行年度大會 謝國良除了以台灣前立法院多數黨黨變身份參與之外 也希望能夠藉此替基隆爭取更多與美國各州間的交流機會 另外也有一定的程度默契完成一些協議 記者黃日生綜合報導 我們現在進行後到北六臺爭取更多的一年 明天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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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